今天立法院是國會職權行使法修法正式上路之後 行政院長中泰首度帶著這個部會官員 來到立法院來做備詢 而是否在詢答上面會顯得有些綁手綁腳的 今天上午中泰在會前也受訪 再對這個在野黨來做喊話 也帶您愉快的關心 今天來這裡就是要以身釋法 看看這樣的修法會不會改變 國會內部整個質詢的過程 當然我也希望質詢跟被詢者雙方彼此尊重 為了避免將來有回復困難之餘 是否應該有正義的條文的適用 能夠雙方理性的能夠暫解 有一個基本的態度按捺不動 彼此尊重 我倒是希望這個樣子 這樣在未來事件之後 我們才能夠知道哪些行為 哪些國會裡面的權責是合法合憲的 所以這個希望立法院能夠看到也尊重這一點 黑引導總裁表說他今天來就是要來以身釋法 另外呢他也是特別對在野黨的委員們說 希望呢在質詢以及備詢方 雙方都可以理性互相的尊重 也更特別提到了由於這個現在已經提出釋憲 擔心呢可能未來會有些問題 因此呢也特別向委員們表授 希望委員可以先按捺不動 避免呢以後會發生一些爭議 不過現在呢藍白也打算出手 包含呢這個立院行使調查權敵案呢 現在藍白決定他們就是要來查超司雞蛋 而對此呢周中泰也是再度喊話 希望呢府院大家都可以互相合作